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今天国务院党中央又发新文件了 又为人类指明方向了 这次指的是什么呢 说将会把数字中国的实施建设情况考察 作为一种重要指标 放入到对党政领导的考评标准当中 这字都认识啊 但是怎么就好像不太对劲呢 对 什么是数字中国 这数字中国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中国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其实呢 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关心的 也会比较有趣的话题 所以今天呢就这些问题 我想给大家来分享我的观点 来和大家聊一聊 好 怎么回事了 老公主我们先来看新闻啊 一边你们也看图片啊 他说财联社的消息 2月27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规划指出要加强整体谋划统筹推进 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下面很多废话 我们还是挑着电啊 一共有五个大点 第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啊 坚强就永远是放在第一位啊 党是第一位的 这不用说了 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健全体制机制 要健全数字中国建设统筹机制 把什么联动啊什么的 为了更好的控制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保障资金投入啊 创新资金扶持方式 加强对各类资金的统筹引导 发挥国家啊 产容合作平台等作用 这就是保障供应啊 资金要充足 说不要大力发展啊 第四个就是要强化人才支持 增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思维 数字认知数字技能 说白了 像某些不能提名字的领导人呀 用一指缠去摁电脑的这个情况 是不允许发生了 啊很有意思啊 然后第五啊 是营造良好氛围 推动高等学校 研究机构企业等 共同参与数字中国建设 建立一批数字中国研究基地 你会发现啊 中国别的任麻不成啊 他干这个研究基地啊 是特别擅长 就跟我们玩红井似的 遍地基地车啊 有事没事先来个基地车拍下去 当初这个什么 之前前两年吧 是吧 花大量的名指名高 建大量的习近平思想 和什么马克思主义 什么什么研究基地啊 现在呢又搞数字中国研究基地 以后你中国就别叫中国了 你就叫基地组织算了 你到处都是基地嘛 好 那我们玩笑归玩笑啊 继续说啊 那么数字中国这个概念 脱胎于哪里呢 实际上是脱胎于一个 数字地球的概念 说白了 还是抄人家美国的 当年呢是1998年 美国的副总统戈尔 在加州的这个科学中心 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 他认为数字地球 是一种能够嵌入地理数据 多分辨率和三维的地球描述方式 那么到了今天啊 数字中国到了今天的中国 在党的英明神武的领导下 哎 跟人家当初美国人提出的概念 有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南辕北辙的概念 那什么意思 说什么是数字中国 现在的专家认为 数字中国指的是 以整个中国为对象的 数字地球独特的体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数字中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是中国的国家信息 这整个信息化的一个范畴 他要求是宽带中国 互联网中国 大数据中国 加云计算中国等等 这些都是数字中国的一个内容 所以专家认为 数字中国是强国的戾气 更是惠民的春雨 哎呀 听到这我都酥了 你知道吗 哎呀酥了 你就品这味道吧 好吧 惠民 然后呢 覆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 然后重磅来了 今天为什么 回到咱们前面的问题 为什么要把数字中国提出来 是因为在十七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福建的期间 哎 人家高瞻远主 高屋建领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做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和顶层设计 哎呀妈呀 我这鸡皮疙瘩的 我抖一抖 抖一抖 抖一抖 然后呢 亲自担任数字福建的领导小组组长 全面建设数字化 网络化 可视化 智能化的福建发展蓝图 所以十七年以来 数字福建建设 咬定青山不放松 始终坚持顶层设计的框架和系统工程的推进 这废话 当然这个文章是专家在之前写的 所以时间跟眼下可能有点对不上 可能不止十七年了 反正你就体会这个意思就可以 就是中国的数字化中国 绝不是跟国外的这种方便研究的 更有数据化 更有效率的这种中国 它实际上是一种数字化的管理民众 管理韭菜的中国 观众朋友们 咱们这么想啊 实际上数字中国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很多的中国人已经充分的领略了 它的可怕之处 那毫无疑问是什么 健康码 行程码 什么场所码 什么乱七八糟 对吧 这一次有可能是数字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实验 现在是放开了 很多人好像已经恍如隔世 已经忘记了自己在过去三年的过程当中 那个每天那个码那哪是码啊 那是爹啊 去哪现在先扫码 去哪还得先扫码 那黑龙江不是有一个吗 说进门没扫码 关店不许开门 本来就没几个客人 还记得那事不 咱们还说过 对吗 这些数字码 实际上从某种意识来讲 变成了一种数字统治 数字政权的工具 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吧 那么上一个广泛的运用这种数字化管理的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类似于 比如说戴森球系统 戴森球计划 比如说模拟城市 比如说火车大风等等 这些模拟的游戏领域 对不对 所有的这种经营类游戏都是数字化的 你可以直接看你的里边 所有的人民的情绪的经济的繁衍的 各种各样的数据数字化 另一边呢 就是这个监狱 和养殖场 而且是现代化的养殖场 只有监狱 当然这个监狱从某种意识来讲 跟这个养殖场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吧 只不过是养殖场多了一个产能的功能 监狱的话 让犯人劳改 那个就是作为一个副业 养殖是主业 但是从剥夺自由 从统治 从每天的活动范围等等 都经过严格的规划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养殖场和监狱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就把它归到一类人来看 所以你想想 在监狱里面 对不对 每天坐在后面数控里边 你没看过美国 那个越狱啊 或者近些年的一些电影里边 都看得出来是吧 监控室里看看 所有的牢房都已经回归了 榜案 哪个犯人违规几次 哪个犯人还有几年 哪个犯人走过减刑 哪个犯人又又又灌过小黑屋 全部都是数据 这也是数字化 而真正的一个健康的地球 或者健康的人类社会 是不应该这样子的 它不应该进行一个详细的 一个水质轻则无余的这样一个统计 我们之前不止一次说过 民众为什么需要隐私权 就是因为把水藏在大海里面 它才是最安全的 民众在国家机器面前 它是如此的渺小 你不让我们老百姓藏起来 不让我们能够说有一定的隐私 你知道我每天想什么 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想干什么 我每个月收入多少钱 等于我这个工资到账的时候 我还没开始花呢 你呀就已经给我准备好 让我在哪花了 你这跟监狱有什么区别 对吗 在未来的人类社会 你旁边都有一个人工助手 甭管是叫手机 还是叫什么设备 钉工资到账 钉交老婆多少钱 钉你还剩多少钱 然后给你推荐几个产品 就你就感觉 你所有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你每个月辛苦的工作 跟你什么自我的价值实现 理想人生都狗屁没有关系 你存在的价值 就是为了把这个工钱挣出来 像一个工仪一样 挣出你的工分 挣出你的价值 然后去还你该还的贷款 和供养你该供养的这些主子 这些老爷们 这多可怕呀 对吗 所以更别提这个项目 是咱们圣上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那你就非常明白 对吧 非常明白他真正要干的事情是干嘛 他不是为了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更加有系统 更有效率的体系 而只是为了更方便更有效的管理人框 管理韭菜而已 而且咱们之前节目分享过 说习近平和他的新的政治派系 有一个先天性的漏洞 那我们今天看来实际上 数字中国体系 他能够帮助习近平和他的派系 有效的规避他的这个天生的短板 就是政治根基不足 加人数有限 对吧 咱们圣上的派系起家的时候 在前底的时候 那叫什么 那叫支江新军 那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当中的一小撮 那么现在人家占了上位了 夺了拳了 登基坐垫 灭南辈辈 当了皇上了 实际上盘踞在他周围这一圈 也还是人数非常有限 像咱们说他要成立一个什么中央内部委员会 为什么 也是因为他的人手非常有限 但是如果说数字中国全面铺开的话 数字化的意义 就是让人用更少的精力 更少的人手 管理更多的范围 对吧 官员的意识形态 每天刷全学习强国 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判断你对党忠诚不忠诚 判断你的微表情 甚至读取你的心跳 血压 测谎 咱之前不是有说过一个什么 对吧 未来会不会实现呢 很难说呀 虽然现在已经没什么声音了 但是那会儿那个 专门设计出来的那个厅 是吧 坐在那 接受学习强国 测试你对党忠不忠诚 这从某种意义来讲 完全可以演变成一个 所有党政官员 每天必须要进行测谎 进行思维 思想刚硬打造的 这样一个党政机器 为什么不行呢 你看会未来会不会实行 好吧 尊头的客串一把 预言地 OK 然后呢 然后其他方面 上面那是对党的官员 对下面的主 孩子们 酒菜们 跟主的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学校的思想刚硬 从你入学开始 中国那哪是入学呀 中国的这个学校 小学一年级开始 从幼儿园开始 那就是像全聚德的主子的 烤鸭的桌子上 输送的一只小鸭苗 或者输送的一颗鸭蛋的 传送口的最出口 最出的入口 你把孩子送进去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出了之后 就是一名合格的 马克思雷林主义者了 你看看最近 中国那孩子那个样子 哎呀 激昂慷慨 催人尿下 两眼一瞪 中国决心而读书 傻子 彻头彻尾的傻子 所以数字中国 咱们不废话 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数字中国 在中国 它不会是一个好的中国 全面的数字化 纳入官员的考评体系 就意味着 中国在某种情况来说 不是概念上的加速了 而是实质上的加速 为了完成业绩 为了保护 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为了向党表示忠诚 很多官员会继续的 大力推动 这个数字中国的概念 采取民众更多的信息 你的生物DNA信息 你的血型 你的对吧 其他的零件的情况 然后你的就业情况 你的配偶情况 有没有生三胎 等等 这些问题都会纳入数字化体系 然后以后的官员就是站在 把省一级的点开 点开我下面的某个A室 点开A区 点开A盘 点开隐藏文件 不是那个 就大家意思 点开某个街道 你就能看到这个家庭里边 所有的情况 那个是很可怕的 不需要你再去叫什么付责人 再给我介绍情况 不需要 我数不到点点点点点 我用一根手指头 一指缠 我点到最后 我也能知道在A省 A市 A区 某A街道的某个老A 他们家的最近情况 那就像在玩一场游戏一样 只不过区别在于 不管是戴森球 还是模拟城市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他的这些游戏 我们玩输了之后 都可以重新再开一盘 可以读党 对不对 读取存党 再来一次 唯独在眼下的数字化中国 玩烂了就是玩烂了 玩死了就是玩死了 没有重来的机会 而损失和悲剧 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承担的 好了 关于这个数字中国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观众朋友我们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您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